就是专门考你 for回圈跟坏回圈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实际上 一般来说 如果你用到for回圈的话 会需要有两 会需要有 这个 比较重要的说 你要知道你的判断的 就是你要跑的范围 必须要制定出来 所以我一定要给他一个什么 for i 等于2到 y 就是说我必须给他一个起点 跟结束点 起点跟结束点 那while回圈 跟for回圈最大的差别是说 for回圈有一个起始 起跟始 那while呢 它的起跟结束呢 都是透过什么呢 后面这个来判断 就是说呢 如果它是一个条件式的 它不是一个起点终点 它是一个条件 如果呢 这个条件 就是active cell.value 就是说 它现在在的储存歌里面呢 如果不等于什么呢 不等于empty empty是什么呢 空的 就是里面有资料的意思 如果里面有资料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 那就把资料读出来 读到10分秒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这个写的好复杂 一负s 小于0 小于0的话呢 那就加上什么 加上0 因为呢 它阿拉伯数字怎么样 要补一个0 因为要两位数字嘛 那实际上这样写 比较 没有这个format来的好用 因为format自动帮你 怎么样 两位数字了 那这个写法是说 如果它是 小于0 表示各位数字 就要前面补上0 那这个10分秒 都要这样做 所以这个好像有点点 没有这个来的好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 它的条件一直跑 可是呢 问题你不能同样 在同一个储存格里面嘛 那换回圈呢 必须要藉由什么呢 藉由输出 输出的部分呢 必须要用offset 那offset 就是针对这个储存格 offset就是偏移的意思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资料 怎么样 写到哪一个储存格的话 它可以用offset 0的话就是同一列的意思 5的话呢 就是向右 5个储存格 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的位置 是在 在哪里呢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